好我们知道喝酒不开车 所以有人选择搭继承车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灵性男子他真倒霉 他喝醉酒搭继承车 结果被丢包丢在路边 皮包后来不见损失56万 他立刻报警调阅沿路监视器 但是有监视器的镜头偏偏都没有接电 气得在脸书上警告网友们 到市民大道要小心 整条路的监视器根本没用 长臂上一幕显示台北市所有架设监视器路段画面 不过这么多镜头却独漏了市民大道口 民众要调阅监视器才发现 那个路段有监视器却没有通电 市民大道的路段这么重要的地方 然后居然没有一直可以用的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夸张 那我们本来想说靠自己的力量去调阅附近的 我们就全部的路线都跑过一次 可是你会发现是没有可以调阅的地方 这批宁星男子酒醉搭继承车 喝台醉被丢弃在路边 身上皮包全不见 损失56万元 要不到监视器钱包到现在 找不到他气得po上网 说一个人坐车要小心 整条市民大道的监视器都没用 通批政府装监视器空有无用 我们会在一年半提早把它完成 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没有电力的 那有些地方是没有网路传输的 那我们要在这些条件的配合之下 我们的工程的进行才会比较顺利 赶紧灭火保证至少有八成的监视器 都已经通电 但一年半之内才会完成全台北市监视器架设 这段时间空窗期 自然漏洞又民众怎么等 中文新闻杨庄舍 吴宜轩 台北采访报道